驾驶战因完成单飞呢 是每名飞行员内心最大的渴望 同时呢也是他们迈向合格战斗员的关键一步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空军航空兵牟旅的飞行训练场 在我身后呢 三名新飞行员驾驶的歼11B战机呢 正在陆续的准备升空 今天呢 他们就要在没有教官的陪伴下 独自驾驶战机完成通用驾驶技术 和战斗机基本机动等科目的训练 以此呢来获得单飞阵型战机的入场券 水平盘旋 下降直转 大洋角小速度机动飞行 虽然脱离了教官的指导 但新改装飞行员贺云阳 依然熟练的操纵飞机展开单飞课目训练 一小时后战机平稳着陆 因为在之前 我对自己的单飞起降技术不是那么的放心 然后在刚刚的考核架子中我表现得还不错 教官也具有了我一定的肯定 让我充满了信心 今年24岁的贺云阳 去年刚刚从航校毕业 为了能够顺利单飞 他和战友们已经准备了近半年的时间 从理论学习 地面准备 坐舱实习 再到教官代飞 每一个关口旅里都会严格按照大纲标准进行摸底 只有以全游成绩评估通过 才能进入放单飞阶段 我们单位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做法 就比如说大纲要求的 这个介绍这个科目 基本上要由一个教员 对一个学员来进行摸戴飞 这样对这个学员的基础素质 有一个摸底之后 然后在其他科目的时候 其他的教官都要分别的参与到 这个代飞中来 这样的话 让这个学员能够破采重当 正经早一天呢 就是掌握这个飞行技术 与贺云阳不同 和他同一批来到这个旅的马域 是空军首批在院校改装 歼11B战机的飞行学员 原本以为来到作战部队后 还要历练一段时间 没想到才过了两个月 旅里就安排他参加自由空战科目的训练 但是出出茅庐的马域 在那次空战科目中杀鱼而归 甚至在接下来一个月的对抗考核中 成绩排名都垫底 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就是成绩越来越差 自己越来越不敢飞 然后空中放不开手脚 它会布出来自己全部的实力 你的防御位置 其实马域的每一次空战表现 都有智囊团在进行实时监控 他们会在飞行员下机后立马指出问题所在 也会将反败为胜的机会 一一分析给年轻飞行员 在前辈的开导鼓励下 马域很快调整了状态 在二月份的空战对抗评比排名中有了进步 旅长大队长也会在空战以后 进行那个态势复盘 然后研究我们年轻的飞行员的视频 帮助我们从基础做好 从我们的雷达使用 还有空中的那个态势信息获取方面 还有决策能力都会给你指点 把劳底线解开缰绳提升能力 这个旅逐渐探寻出一条极具活力的 新型飞行人才培养体系 越来越多的年轻飞行员走进演训场 比武竞赛现场 在搏击长空中得到历练 走进空心楼会立马被这里的一面面荣誉墙 所吸引 除了在大厅中间摆放的 他们在空战对抗中获得的天鹰杯之外 在上方还悬挂着 驴里七名金头盔飞行员的照片 在他们的后面还写着虚伪以待四个字 这也是在激励着我们的年轻飞行员 向着前辈的荣誉不断的发起冲击 那在采访的过程中呢 我也发现只要是在不飞行的日子 从这里的二楼到四楼的学习室 每天都是灯火通明的 飞行员们学习和研究的氛围 非常的浓厚 打造学习型飞行团队 是这个旅在实战化练兵中形成的共识 不论是新员还是老员 飞行前还是飞行后 他们都会把学习研究贯穿始终 学习方式也一赶以往 以大队为主的集体研讨 变成在具体任务带动下的分组式研究 不仅针对性更强 飞行员参与的积极性也更高 他们的状态就让我们想起了 十年前我们自己的状态 在一起以后 你会更有一些动力 或者看到以前的自己 更有想法想 把他们自己能教的 或者让他们在十年后 或者五年后 把我们全部超越过去 另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觉得对他们的培养 反过来其实他对我们也是一种刺激 也刺激了我们 也需要不断地总结 不断地提高 这支换语新生的年轻英镇 紧贴实战需要 持续发挥团队合力 加速人才成长 深发装备期限作战性能 圆满完成多项重大演习演训任务 战斗航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 被战区评为 备战打仗先进单位 实战水平不断跃升 军人生来就是打仗的 人赛培养是最艰巨的战争准备 现在实战课题越来越多 新军换装速度已将逐点加快 我们只有把战斗力标准 融入到人赛培养前过程 才能无惧任何考验和挑战 为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提供坚强保障 3-4-2-3-5-4-3-4-6-7-0-0.0 除了准备 换装速度已是最艰巨的 4-4-6-0.0 1-6-6-7-0.0 5-7-0.3-2-3-0.0 7-0.0